大家好,我是芝芝,欢迎收看国学时报 弹波乐器就是指以手指或波子波弦 以及用琴竹基弦而发音的弹弦基弦乐器的总称 弹波乐器的历史很悠久 远在三千年前的周代就已有琴、色等乐器 诗经中有窈窕淑女琴色有之的诗句 《论语洋货》中有《子之五成文弦歌之声》的记载 都说明当时使用的普遍性 而琴作为琴棋书画之首 可见文人雅士的重视与喜爱 弹波音乐与打击乐是古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重要特征 历经千年 在音乐体材、作品样式以及乐器组合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 这场既传统又现代的西域流光中国弹波基乐音乐会 是由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张鸿燕、著名的打基乐演奏家王建华 青年舞蹈家李响和中央音乐学院弹波乐团一行38位顶级演奏家首次登陆澳大利亚舞台 为当地观众倾情呈现了一场融合中国传统民族乐器演奏、现代舞蹈和精美舞台布景等多种元素的视听盛宴 当中主要的音乐元素取自敦煌琵琶古谱 音乐时而舒缓秘境 时而铿锵积乐 配合精美的现代舞蹈 融合了千佛洞壁画、多彩灯光等舞台造型元素 让在场观众仿佛置身于亘古苍凉、神秘莫测的西域大地 他们把西域流光塑造成一台纯粹的中华音乐精品 希望通过此次音乐会增加澳大利亚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并增进两国文化交流和友谊 为期十一天的第六届柏林中卓文化节 涉及绘画、音乐、摄影、舞蹈、文学、传统曲艺等艺术类别 由中西女性艺术家共同担任主角 以同台演出、座谈交流等形式 来探讨性别特质、人文环境与艺术创作的相互关系 数千名德国观众直接参与到活动当中 近距离了解了中国文化与艺术的魅力 开幕式的文艺演出 与崔君之教授与国音空侯联合乐团合作的一曲 《夕阳消鼓》拉开帷幕 无论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和李建华的《说学逗唱》 中国音乐学院年轻演奏家带来的明月经典古曲 还是柏林芭蕾舞舞蹈团表演的《夏日时光》 或是柏林女子合唱团的《世界民歌串烧》 都展示了两国艺术家对于艺术的热爱与追求 文艺演出得到了柏林观众的高度认可 至于闭幕式上 柏林合唱学院女生合唱团 上海女记者合唱团 柏林女子合唱团在柏林海军上将剧场 为到场的三百余名柏林观众 精彩演绎了中国与欧洲三十首名歌 引来阵阵的掌声与欢呼 为2018柏林中德文化节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于信自紫山 生于西元513年 于581年去世 他出生于南洋新野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 于信自少 已受到文学的熏陶 15岁时 任昭明太子的仕途 19岁时 于徐灵被选为简文帝文德省学士 自幼跟随父亲于坚武 出入梁简文帝肖刚的宫殿 后来又与南朝文学家 及政治家徐灵一起 任梁简文帝肖刚的东宫学士 两人后来均成为了 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 于信及徐灵二人的文学风格呢 也被称为是于徐体 徐于体的风格比较迷利 而且多用典故 梁武帝太清二年 侯景勾结京城守将 黄植林贺王 肖正德举兵谋反 在叛乱期间 于信担任了健康令一职 率兵防守朱雀行 殷贼人皆挂着铁制的面具 竟带领重兵呢 是匆匆撤离了逃出了健康 于信之后逃往了江陵 辅佐梁元帝 后奉命出使西魏 在此期间 梁朝为西魏所灭 萧衍萧刚父子被扶 并相聚遇害 而于信在战乱中 也是历境风霜 失去了二子一女 作为南朝使臣 还被激流北方 直到去世 这段时间他过得非常痛苦 他文学的风格 一下子就由其力的公体文学 转为了刚进苍凉的风格 其实于信滞留北方期间 仍然受到弃重 因为北朝的君臣 一向倾慕南方文学 于信又因才华出众 而享誉盛名 因此很受弃重的 在北方受官 更欢智车齐大将军 开辅宜童三思等重要职位 在北周代位后 更签为标齐大将军 开辅宜童三思 以及封侯 可见他的北方时 也是敬享了荣华 待遇非常好 可是他是被迫留在北方的 心里依然效忠梁朝 但梁朝已经灭亡 于信享家 可是已经无家可归了 即使北周代位后 与陈朝通好 所有流于人士允许归还故国 但是于信与王宝 还是不得返回南方 于信在一方面身居显贵 被尊为文坛宗师 受皇帝礼遇 与诸王皆不一之交 一方面又深切的思念故土乡土 为自己身世敌国而羞愧 因不得自由而怨愤的状况下 终老 最终于隋文帝开皇元年 与世长辞 于信早期的父 现存有春父 对竹父 荡子父等七篇 有些已残缺 这些父 均属公体文学范畴 内容多是女子的美貌 或相思别离 篇幅短小 语言华艳 注重阴节之美 其中春父 最能代表公体文学 此篇写春光之美 及妇女游春景象 色泽极为艳丽 于信早年的师父 在语言技巧上 有相当的成就 但反应的生活 面过于狭窄 缺乏壮阔的激情 而后期 于信经过喉景之乱 历尽国破家亡后 创作变得老成 但仍有早年风格的味道 他同北朝显贵唱和的诗 依然是雍容华贵 而且多艳情成分 不过 在于信后期创作中 最突出的 是自疏胸怀 与怀念故国之作 于信的性格 既非国感决意 又不善于自我解脱 亡国之哀 积虑之仇 道德上的自责 时刻纠扰于心 却又不能找到任何出路 往往只是在 无可未解中 自我未解 杜甫曾经评价 于信平生 最萧瑟 慕年师父 动江关 最能说明 于信晚年 韵思沉着 用笔客窍的风格 侯景之乱 指的就是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太清二年八月 侯景勾结京城首将黄直林赫王肖正德举兵谋反的事件 南北朝时期到了后期 逐渐由南北对峙的局面转入到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523年以后 北魏先是陷入了六镇起义的混乱局势中 后来分裂为了高欢控制的东魏和宇文泰控制的西魏 两个政权间的战争一直是不断的 加上南方一直渴望收复中原的梁朝 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后三国时代 这就是侯景之乱的时代大背景 在这个后三国之中 东魏的实力最为强大 东魏继承了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原地区 占尽了天时地利 是三国中最富庶的一个 西魏呢 则最为贫穷弱小 但其实际统治者宇文泰 搬行了六条招书整顿内政 贯彻了关中本魏政策 就希望透过融合周边的鲜卑六镇民族 及胡汉的土著 以达至内安反侧 外遇强林 因此国家潜力也不容忽视 而江南地区经过了数百年的开发 到了梁朝时 以贞与鼎盛 史称梁武帝时制定功成远安尔素 再加上梁武帝重视文化 礼乐 因此梁朝为三国中文化最昌明之国 然而梁朝表面上繁荣 内在却有着严重的社会矛盾 梁朝时 南方的士族门阀日趋腐朽堕落 他们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人人只谈旋理不惜武士 只为了供养王 谢 元 萧为首的士族门阀 和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 梁朝老百姓不得不承受沉重的负义 大量农民或破产流亡或沦为奴婢 梁朝最高统治者梁武帝 萧衍即位之初 历经图治 曾经有所改善 但是逐渐智德亦满 爱听谗言 不纳忠见 宠信了宁臣 以至官吏奸 皆上贪残 含有连白者 除此之外 梁武帝还沉溺佛教 自547年以来 三次舍身 同太寺 不仅浪费了四亿钱财 还使社会上掀起了宁佛之风 大量人口出家为僧 各地大兴寺庙 进一步导致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削弱 梁武帝在位后期 政治腐败 风气萎靡 社会贫富悬殊 国历史外强中干 梁武帝为了收复中原 而招纳当时已叛于东魏的侯景 侯景也向梁做出了投降 武帝以为机不可施 接纳侯景投降 并封侯景为河南王 此时侯景虽负梁朝 但仍与西魏通好 为自己留足了退路 后来武帝兄长的儿子 萧元明被东魏俘获 武帝就打算用侯景与东魏进行交换 这就激怒了侯景 侯景于公年548年 举兵谋反 梁武帝太清元年 也就是公元547年 侯景率领部队投降南梁 并驻守寿阳 叛乱中 侯景攻陷了南梁都城建康 侯兵到处抢掠危害江南 侯景得势之后 先立肖正德为帝 再杀肖正德 立武帝太子肖刚为帝 又废肖刚立武帝曾孙宵动 天正元年 侯景称帝 国号汉 第二年 梁朝遗将 陈霸仙 王僧便攻下了建康 侯景乘船出逃期间 被部将杨坤杀死 结束了整场侯景之乱 好了 今天节目时间又到这里了 下一集继续由我为您主持 国学时报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